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直播吃肉半年 胖八十斤去世 以为钱好赚 害惨了多少年轻人 前段时间 沈阳因为三十岁的直播 在直播前去世了 她之前为了生活 送过外卖 做过餐饮 收入却一直很微薄 偶然一次机会 她开始尝试直播自己大口吃肉的画面 收获了一些粉丝和打赏 于是红烧肉 大肘子 烧鸡 烧鹅 这些油腻的食物 频频出现在她的直播间里 半年多时间 做吃播让她的体重 从两百斤狂飙到两百八十斤 六月二十三号晚上八点 她和往常一样 准备开始直播吃红烧肉时 异样发生了 她继续回忆说 直播开始前 她突然觉得眼睛疼 胳膊发麻 觉得自己不对劲 让我打120 我们家距离医院 有十分多钟的路程 120来得很及时 但是到医院后 她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眼睛看不见 还出现了昏迷 神志不清等情况 后来做了头部CT 头部血管CT等检测 发现她是脑干出血 情况非常危急 经过一星期的抢救 她还是没能救回来 在如此年轻的年纪 去世了 很多人以为 做吃播赚钱 是件特别轻而易举的事情 每天对着镜头 吃吃喝喝 就能收获流量和粉丝 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镜头的背后 有的吃播疯狂催吐 长期用手扣嗓子眼插管 吐得胃酸倒流 脸部变形 有的吃出了高血脂 糖尿病 赚了些钱 却落下了难以痊愈的病根 甚至搭上了性命 你看到了她们作茧自负 把她们想赚快钱 却被反噬的事迹 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 我却看到了她们 因为穷困 而丧失了选择权的无奈 若不是钱太难赚 谁愿意用消耗生命 作为代价 来换取碎银几两 周六中午 我和闺蜜一起在街边的 小面馆吃午餐 直到一半 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 凑了过来 长满褶子的脸上堆着笑容 美女你们好 看到你们都穿着小白鞋 需要试下这个清洁剂吗 很方便的 我和闺蜜有点尴尬地 摆摆手 说不需要 但那位中年大叔 仍喋喋不休地 在那推销她的清洁剂 最后她甚至 直接蹲在地上 自顾自地开始 给闺蜜擦起了小白鞋 闺蜜尴尬地对她说 真的不需要 之前网上买了好几瓶 还没用完 中年男子遗憾地起身 背着她的茶色胯包 继续去寻找其他客户了 她的衬衫背部 被汗水浸湿了一大块 头顶少得可怜的几搓头发 让她显得更加无精打采 若不是因生活所迫 谁愿意在气温高达 39度的外面东奔西跑 蹲着给别人擦鞋呢 知乎上有个问题 找工作室 单位普遍要求35岁以下 那35岁以上的人 都干什么去了 有人被迫离职后 选择在24小时便利店 打工 上夜班 睡眠质量差到不行 有人选择做外卖小哥 凌晨两三点 还骑着电动车 在街头送餐 饿了 买盒泡面 草草八几口 有人混成了自己原先 最看不上的国企大姐 拿着不死不活的工资 把希望寄托在 老公别出轨 孩子别淘气上 年轻人能996 通宵熬夜 为公司卖命到天亮 而身体机能 大幅度下降的中年人 性价比早就不如他们了 人到中年 头发要白 房贷要娇 孩子要养 再也不能像年轻人 那样任性地 轻易跳槽了 看过一期综艺节目 郑爽被问到 作为演员 有没有觉得 特别艰辛的时候 郑爽特别真心情地 回答 没有 我是那种 特别不争气的人 我就想说我不拍了 我也知道 自己这样做 肯定会被剧组的人骂 但我觉得那不重要 坐在他对面的郭敬明 发出了一句疑问 那假设导演真的说 小爽 我们这场戏得拍 那怎么办呢 郑爽回答 就哭啊 当卫大勋说 自己连续拍戏 34小时的时候 郑爽更是轻飘飘地 反问了一句 为什么你就不能 像我一样 潇洒地走开呢 也许是他太年轻 也许是他作为流量明星 赚钱的速度和容易程度 都让他无法理解 不是每个人的生活 都这么优越的 平凡的普通人 真的需要为了 几块几毛钱低头 这几天 网上一位美女博主 曹岛火了 他拍了一个视频 体验了三天 送外卖的生活 整个送外卖的过程 都是时刻都要 溢出屏幕的焦虑紧张 每分每秒要卡着时间 要是一单延迟了 剩下的单 也会受到牵连 很多老式小区 都没有电梯的 要在最短时间内 爬上爬下送餐 很多餐厅 都有专门的外卖档口 路线纷繁复杂 对于新手来说 根本找不到 有些高级商场 甚至不允许 穿着外卖制服的进去 只能取不到单 干着急 钱太难赚了 即使是外人看上去 最不需要技术含量的 送外卖 其难度也远远超出 我们的想象 身体类是一回事 有些公司不把员工 当人看 更是令人心累 前几天 一位销售人员小刘 因为其所在的团队业绩 没达标 自己也被要求 接受惩罚 公司的惩罚 是要连吃两包 叫死神辣条的东西 即使外包装上 明确写着 禁止吞食的字样 小刘吃饭后 胃疼难忍 送医院抢救 两小时才醒来 胃从此留下了后遗症 而公司没有给他 任何补偿 甚至辞退了他 还不给他发 原本该得的奖金 这样的公司 简直不要太多 有要求员工 吃蚯蚓 吃朝天交的 有要求员工 在所有人面前 侮辱自己 我是垃圾 我输了的 有让员工 在年会上 两两一组 互扇耳光的 以为钱好赚 是那些 还没被社会 鞭打过的年轻人 最大的错觉 心理学上有个词 叫失望膜效应 是一种认知偏差 当我们自己拥有一件东西 会像特征时 我们就会比平常人 更容易注意到 别人身上 是否也具备这种特征 因此 我们看见 知乎上频频出现的 泻腰 人在美国 刚下飞机 年薪百万 就以为世界上 到处都是高收入精英 我们看见 哪个明星直播带货 分分钟破千万 就以为 谁都可以做主播 用流量赚钱 简直轻而易举 我们看见 国产剧里 光鲜亮丽的白领 踩着12公分的高跟鞋 行走在5A写字楼 住在两室一厅的 小资公寓里 就以为 大城市里 处处都是机会 人人都可以 活成零销或故里 但事实 真的不是这样的 赚钱远比 我们想象的困难许多 两条建议 给还没被社会 磨平棱角的 每个普普通通的 年轻人 一 不要眼高手低 沉下心来努力 任何平台都会在 你失去价值的时候 抛弃你 而你要做的 就是精深自己的 不可替代性 有多少人的技能水平 停滞在了 进入公司的那一刻 不再努力提升自己 有多少人以为 自己有五年的工作经验 其实只是把一项 重复无意义的工作流程 用了五年 你需要勇敢 跳出舒适区 保持在学习区 每天都要争取 比昨天 进步一点点 二 优盘式生存 打造自己的个人IP 美国管理学家 彼得斯说 21世纪的工作 生存法则 就是建立个人品牌 当今时代 个人对集体的 依赖性越来越低 组织和个人之间 是双赢关系 而不是附属关系 如果你能提供 高品质的独特价值 并且坚持不懈的输出 就可以慢慢建立起 自己的个人品牌 学会借掉打工者思维 学生思维 找到自己感兴趣 且擅长的领域 不断输出 有价值的内容 希望你 能有乘风破浪的勇气 更要有 乘风破浪的能力 共勉